那麼第一個的話 是不是在這邊先做一個停止 這樣他就不會 播放那 你還是要記得 確認一下你到底寫在哪裡 一定要先看一下 這個 直接停止就好了對不對 第一個先停止好收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常常一直在做那個 面板的開關開關 所以說螢幕不夠大 你就會發現很麻煩 那有的他是會做兩個螢幕 比如說你以前 可能像現在有這種15吋的對不對 然後後來又買一個17啦 或者是19的啊 那你就把它變雙螢幕 就是 右手邊可能就是 左手邊這個大的 他就是看那個 這個 這邊的這個圖 那另外一個小螢幕就是放那個Action的 那你就可以丟過來那邊 就麻煩了喔 不過一般來講反正因為現在就是 你東西如果 螢幕不夠大你再說來說去的 就是比較浪費時間啦 好那這個 不要忘記喔 這是按鈕 不要直接丟出來 除非你用是助理模式嘛 那一定要有什麼 事件 按什麼事件 那如果 他不見了你就從這裡來 可以顯示提示 除非你根本就打錯了 哈哈哈 那這樣他就不會有適當的提示 好 那麼來這邊 這邊這個就是play囉 對不對 好那這個我就收起來 偷懶一下用複製的 點到這個暫停的 把它貼上 這個就不要了 就是STOP 有沒有 你這樣也可以啊 偷懶的就這樣子做就好了 貼上 這個mark起來 丟進來 對不對 但是這裡你要給他影格 喔 他給他影格 那整理一下就是用這個 他就把你整理好 如果你要讓他看起來比較好看的話 好那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OK OK